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阿里巴巴和四十大道的故事 芝麻开门是开启藏宝山洞的钥匙 今天下午有很多人冒着酷暑到浙江世贸中心 听阿里巴巴网站总裁马云的讲座 他们是为了获得开启电子商务之门的钥匙 那么这个马云到底是何许人也呢 今年7月10号 马云成为美国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人物 他是50年来第一位获得殊荣的中国企业家 西雅图他今天讲我有微软 我有波音 纽约他今天说我有IBM 我们希望有一天我们杭州人 当然要我很真确说我们有阿里巴巴